一天 完了是吧 收了一个 收一个是吧 一个一个一个 收的一个一个 现在是早上的8点20 到我们家月月来省娘家收鸡蛋 省娘家也是隔个两天 我们就来收一次 今天的蛋比较少 几个抛过 谁抛过了 这里看到没有 这个是神人在家的鸡 公鸡倒鸣了 是不是 我们回家了 回家回家 小夕 好好起了没有 还没有 刚刚她都醒了 她怎么还没起来 你去干嘛 收了一点鸡蛋回来 这个绳子已经给你洗好了 有的 鸟在这里收了 那我等一下就去打包了 我们 你看一下 爸爸收的鸡蛋漂亮吗 绿壳的 还有这个黄皮的 我们看一下哥哥起床了没有 好不好 哥哥是个懒惑 哥哥你还在睡哪儿觉 醒了还不起床了 好吧你睡一会没事的 待会自己起来 小夕吃饭了吗 吃饭了 快点吃完饭干活 打包 好的 茄子 这是泥丘 煮鸡蛋 煮鸡蛋是吧 还有绝参可以 这个参很好 好了朋友们我们先吃饭了 今天任务很艰巨 打包土鸡蛋还有我们的竹笋 还有猪鸢丸子大米 这些都是猪货 先吃饭 等的就是要拿到镇上去打包 我们又没打包鸡 今天也要打包我们的大米 我们分工合作 小白你就打包鸡嘛 好的 完了 完了是吧 顶呱呱 真棒 你喝牛奶真的是好快的 小夕 你刚刚打了我这个了是吧 对啊 我看你去打包了吗 我就赶紧帮忙搞一下 对今天也早点时间 还要去打包小水 小水真空有时间的呢 嗯 还要发姜 做些丸子也要发几十个 姜姜里面有多少货 把那些发完嘛 不够再去收了 好 这个 小布丁 给 一个小布丁给你啊 妹妹也一个 还有一个呢 那你们呢 买两个啊 布丁 嗯 这是手要买吗 嗯 谢谢爸爸 谢谢 谢谢 你赶个吃啊 下锅都一样的哦 下锅都一样的哦 你自己来了 吃完了 吃完了 丢到垃圾桶里面去 只想到了 这是做三十个的 今天三十个鸡蛋的就没发货了 太赶了 你看师傅在那里等的不太烦了 主要是这个笋子 你看我们家里面 剁皮 然后炒水 然后还在蒸上去打包 真的这个时间太赶了 而且这个气温太高了 虽然是真空猫烧 但是也有那种风险啊 有漏气的风险 所以我们这个笋子的话就平收了 买点啤酒 老爸喜欢喝啤酒啊 好 然后买了一通植物油